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以新曲回归 在音乐节目拿下一位的反应非常好的男团Pentagon 昨天传来了令粉丝们担心的事情 昨天Cube娱乐官方表示 成员演文在9日凌晨结束行程返家途中 遭到9架车辆追撞 事故后马上一送到医院接受了治疗 原本当天应当要回家休息 但是因本人强烈希望出演当天下午的直播行程 而忍痛参加了该直播节目 但是在节目结束回宿舍的时候 腰部突然出现痛症 再度接受了医院检查 艺人的健康与康复是最优先的事情 演文将会停止所有活动 全心集中在治疗上 我不是Pentagon粉丝都觉得很上火 是哪个狗家伙呢? 疯了,酒驾就是预告杀人 跳舞的爱豆要受伤的话怎么办呢? 烦死了,时隔时个月的回归 本来想多看点还怎么活动的呢? 十把酒驾家伙 交通事故的话要非常小心后一阵 希望演文能好好治疗,管理好身体 昨天,杨宾、索尼锦 两个人突然上传手写信 宣布三月要结婚的消息 让大家都很幸福了吧 就连瑞士大使馆的官方埃及现实动态 也上传了照片祝福两个人 在日本也是长时间登上了热搜异味 而对于这个消息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大发恭喜 真的太好了,恭喜恭喜 疯了,超大型明星夫妇诞生了 大众好感度非常高 演技实力又好 没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恭喜恭喜 但是在万人祝福之中 索尼锦之前说过的谎言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2013年,索尼锦出演SBS广播 被问到理想星的时候说过 嗯,希望身高能超过175 但是不超过也没关系 我不看外貌,喜欢性格好的人 2016年,在KBS的一个节目 被问到理想星的时候 索尼锦回答 希望是个善良的人 也真的不看外貌 可能大家不会相信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家那个阴山也真的不看男生的外貌 再次恭喜 杏斌从联金两个人 也相信两个人一定能够白头偕老 早生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将以歌手回归的苏吉 2月10号 苏吉的所属公司对外声明 时隔4年 苏吉将在2月17号 发表鼠谓单曲Satellite 而苏吉本人也参与了这首歌的作词 目前也公开了预告照片 因为苏吉在2019年 从JYP搬到演员专门经纪公司 很多粉丝们都担心 以后会不会再看不到唱歌的苏吉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了歌手回归的消息 哦,苏吉音色真的很好好期待 应该不做Dance歌手了吧 早就感觉到苏吉热爱歌手活动 所以会一直出专辑的 苏吉发表一个跟何喜一样的Dance歌曲吧 一定能吞掉音乐界的 非常期待苏吉的新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腿应该会很痒的Winter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